中医呢特别是讲究药食同源的 所以针对肾虚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平时在日常生活中 吃一些所谓的食物来达到一个不肾的效果 那么按中医的理论呢 黑色是入肾的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很多黑色的食物 其实都是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说 它具有不肾的功效 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常见的像是黑芝麻 黑枸杞 黑豆 桑胜 这一类的黑色的食物 我们中医都认为它是具有不肾的功效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颜色 它并不是黑色的 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些食物 我们中医同样也会认为它有一个不肾的功效 你比如说像是枸杞 山药 那么像这类的东西 也都认为它是具有不肾的功效 还有一类的食物呢 就是按照中医的说法 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做是 以脏养脏 以形补形的一个说法 那么像我们大家平时经常说吃的一种食物叫做核桃 那么我们剥开核桃以后就会看到核桃的样子 特别像是我们人体的大脑的那种样子 而按照中医的说法呢 我们人体的大脑的功能是由肾脑所主的 所以按照中医的理论说法 吃核桃这一类的食物 那么它又得形似大脑的形状 那么其实对我们的肾脑也是有一定的不易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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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